好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1136150在电动工具这个上面的一个应用 我们现在把这个1136150通过这个线接到这个电动工具上来了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接线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接线也是非常方便 它这个端子是可以拔掉的 拔掉之后我们方面我们把这个线接上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插上去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大电流应用接线也是非常方便 同时它的背面其实它也有一个那种螺丝的端子 所以也方便我们接更大的电流 那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动工具 在这个上面的一个测试 我们现在面板上面其实已经设置了一个12幅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12幅的手电钻 因为它是一个有刷的 所以它在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电流 所以我们稍微来通过这个面板来进行一个查看 还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面板上可以看到我们已设置了一个12幅的电压 那这个12幅电压其实它的精度非常高 已经达到了5月半的精度了 但我们现在这个手电钻其实它也是12幅的 我们如果通过这个按压这个手电钻 然后看它的一个电流 那如果我们通过眼睛去看这个值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值我们看不准 因为它的值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它有一个伺服器的功能 那我们通过这个伺服器就可以把它进行查看 我们现在把它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然后我们通过按这个手电钻 好 这样就得到了它一个电压电流 数据包括功率的 我们让它自动一下 然后下面它我们切过来 看到的这个电流 下面是它的电流 让我们看这边的电流最大值值 已经达到63.7压 所以这个电流峰值也是非常大 当然了这个还是我们在空载 空载的时候运行的所有的一个电流表现 那如果我们再上比如打螺丝的时候 那也有可能这个电流会更大 所以这种在电动工具 其实我们采用这种大电流的一板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输入功率 输入电流比较小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消电的值 当然了在136150上面 它其实可以在30伏的时候也可以输入83.3压 这样的话我们在瞬间的2400瓦的功率 它是也可以输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应用的充气负载里面 特别的感性这种负载里面 它也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的话结果它面板这个伺服器的功能 因为它也是一个TEL logo TEL logo加伺服器的一个组合 那在这个功能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的一个波形了 就不用在我们的面板上面 如果面板上面你通过这个电流指示去看的话 其实你看不到它的一个正式值 然后它这里的话因为它有光标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光标也可以看到它之间的值 包括这个也可以对它的值进一个调节 两个光标的位置可以进一个调节 那这样比如我们想看到这一个周期的 那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看到 它它里面电压电流的一个功率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不需要再把伺服器接进来 然后再来进行查看 因为在伺服器接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接线也不那么方便 因为这个电动工具 我们是直接采用夹子接到内部去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我们通过伺服器来进行查看的时候 伺服器的分辨率还不一定有它高 因为它有类似的18匹的一个采样 所以在这种顺态的电流测试的时候 其实它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这种无刷的 在这种有刷的电机里面 在这种有刷电机里面 其实它这种冲击电流比较大的时候 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查看出来的 好的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电动工具的一个应用功能